台灣的政治人物 抵擋不住民粹 沒有辦法做理性的判斷 台北市長各位遮上直播接受專訪 在談北市跨年 批其他政治人物無法做理性判斷 但續辦跨年活動被外界局一是豪賭 全是為了政治盤算 賭輸了 我們那個是有科學根據的 更加賭都是穩贏的才更加賭 會輸的我都不敢賭 30號晚上 其他縣市紛紛決定停辦跨年晚會 柯文哲的字詩是本著科學根據如期舉行 但滑風一轉 不忘算了新北市長侯友宜 是六都當中最聰明 開始台中 台南 高雄 一個一個在停辦 對 第一個侯友宜 不是 新北 新北是早就不辦了 辦完了才說停辦 我奇怪 你早就 我現在想說你算 真的有聰明 聰明 所以沒想到因為他辦完了 話說得有點酸 但被問到六都市長誰最聰明 柯文哲四兩拼千斤 存在就是 存在就是義勇 人家專的條 你還說人貪判 那是誰 你沒力氣 我問你 侯友宜聰明 聰明 他都不會講錯話 不像老師在失言 有啦 他很少失言 義勇講錯話 他媒體關係這麼好 他怎麼可能失言 從跨年到市長表現 柯文哲的話題始終不離侯友宜 看來雙北首長較勁 在柯市長眼中不言而喻 小林宣 尤嘉宇 月環 台北報導 桑桑桑桑桑桶